沒有帶手機 沒有帶證件 身分沒有辦法確認 沒有辦法跟家人聯繫 結果送到旁邊 而且是民航醫院的 是軍醫院 竟然搶救護校 大家以為說搶救護校沒有更新的資料是 見死不救 他跟他爸爸兩個都是解放軍 出征解放軍 在中國解放軍是不得了 跟正苗紅 所以到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為什麼會看得很心慌 連一個解放軍中將 醫院都不會醫治你 那你更容易說我們一般普羅大眾 現在北京發生了一個非常離奇的命案 而這個離奇的命案 居然也牽扯出來 現在中國的醫院居然是見死不救 而且還沒有想到 他每年的虧損都在一兆人民幣以上 當我們看就是這個人 他是非常有名的解放軍的中將 他是藍軍軍區的副司令 他叫什麼 他叫官凱 他不但是他自己是將軍 他的爸爸也是將軍 等於說這父子兩個人 都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裡面 辦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結果沒有想到 他有一天 他說他騎腳腳踏車 他去運動 然後被車撞 撞了以後送到醫院 照一講我們知道 這樣的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背景 你送到醫院以後 應該是最高規格的待遇 最高規格的這個治療 你不可能會有問題的 結果沒有想到 他進到醫院裡面 就死掉了 他為什麼死掉 原來沒有帶政見 沒有帶政見 沒有人知道他是將軍 沒有人知道他是將軍 而且他身上沒有錢的時候 事實上 醫院竟然沒有治他 沒錯 事實上 現在一個將軍之死 讓全部的中國網友 現在開始擔心 我真的不能在中國 不能亂生病 為什麼 因為醫院可能不依你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 這主要就是這一位 叫官凱 官凱是誰 保姊他還官拜到解放軍中將 不是小咖 他是藍州軍區的副司令員 他那個姿態真的有將軍的樣子 他曾經擔任過他們當地的勇士部隊的老軍長 他曾經也是 而且他跟他爸爸兩個都是解放軍 出生解放軍 對 在中國解放軍是不得了 跟正苗紅 對啊 結果沒想到 他因為在某一天的時候出門去 那出門去就有七單車 結果七單車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被車撞到 車撞到就摔倒 摔倒昏迷之後送到醫院去 那醫院去的醫院就說 那他是誰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 那沒有手機 沒辦法聯絡 沒辦法 那要開刀 要開刀的時候要錢 要錢要五萬塊 要五萬塊的時候 沒有錢不給他 因為他沒有錢 身上沒有錢就不義他 就見死不救 不義他 那你知道他司機還去幫他籌錢 最後籌了五百五千塊 說還是不行 沒有五萬塊不救 不救的時候結果沒想到 沒辦法 就一直放著 你說撞到人那個司機 還去籌錢 沒有用 然後就放著放著之後 結果後來就過世了 就是這樣子 結果現在他們結果沒想到出來之後 大家開始在惋喜 一個老將軍 因為他後來確定說他是將軍 然後就送到八寶山 然後老領導76歲 真的震驚痛惜 大家 在中國解放軍 而且他是官拜中將 76歲 照理講這非常年輕 結果你出門騎腳踏車 出了車禍之後 剛剛講 他居然沒有帶手機 沒有帶證件 身分沒有辦法確認 沒有辦法跟家人聯繫 結果送到旁邊 而且是民航醫院的 是軍醫院 既然搶救不效 大家以為說搶救不效 沒有更新的資料是 見死不救 所以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為什麼會看得很心慌 連一個解放軍中將 醫院都不會醫治你 那你更可能說 我們一般普羅大眾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寶玦我跟你講 這就是因為 目前中國的醫院 他們自己都自身難保 所以如果是真的 會花很多錢 需要急救你 我單位可能會虧錢的 我根本就不想救你了 就是剛剛講的 撞他的司機 我可能可以把他送到醫院 結果這個撞他的司機 只籌到了五千塊 醫院說要五萬 不然我怎麼想救 沒有五萬元 而且剛剛講的 你沒有帶手機 你沒有帶證件 你沒有帶任何資料 家屬沒有聯絡到 沒有聯絡到了以後 就跟你講 就這樣子 過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人就 家屬壞來了 人已經離世了 對沒錯 因為他撞到 撞到的時候 到醫院去 醫院說至少五萬塊 那司機撞到司機 他還很好心 他就真的去籌 到處去籌 籌了五千塊 但是醫院就說不行 你有五萬塊 不然我們不搶救 結果他趕快 找人 找人來 結果後來好不容易 把他家屬找來了 但是家屬來的時候 已經三四個小時 寶姐 三四個小時 你要昏迷 沒有救 他當然就過世了 所以就是說 就是因為這樣 難怪這個人就講了 你現在大家一定要自我保重 一個中將 因為沒有錢 竟然錯失了 最好的搶救時機 對所以大家就開始 網路上就開始出現這樣的 然後甚至連 這個中國官方都發一個曝文出來 曝告出來就說 他們是我們的這個老將領 這個酒精考驗的忠誠共產黨主義 戰士就過世這樣 他們還發這樣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解放軍的這個中將 你看他之前有非常多 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照片 很多東西 結果就這樣過世了 過之後中國大佬 他們才知道說 原來是因為不服經濟成本 所以他就不得不死亡的一個狀況 好的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狀況在中國 原來是一個普遍的一個現象 原來剛剛講的 中國現在經濟非常慘 中國現在經濟非常慘 我們今天不是介紹過 很多的醫院也被倒查20年 醫院被倒查20年 很多的醫院連醫生都上街頭說 我們現在都被減薪了 我醫院根本沒有錢了 我在醫院沒有錢的狀況下 我被倒查20年的狀況下 而且現在看到很多醫院 根本就變成了爛尾樓 因此他們現在完全以錢為數 沒有錢治療免談 好沒有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中國他們醫藥 這個單位虧損非常嚴重 所以中國有進行一個 支付改革的這個狀況 他們叫做DRG的這個制度 這DRG制度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醫生你要評估 萬一評估這個成本如果不符合 你就不要做了 好那我們講這道理是怎麼發生 這個有一個醫生他就說 他原本參加這個DRG 他對這個DRG沒什麼概念 但他參加了一個所謂 神經內科所主導的 所謂腦動脈瘤的這個開刀之後 他就見識到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有酸塞的時候 你在裡面要加這個動脈瘤 你要加這個線圈 彈簧圈 彈簧圈進去的時候 防止它變大還有破裂 就被它做進去的時候 做了一個 兩個 做了好幾個之後 就發現醫生發現到 他這個好像再繼續加幾個 進去才能夠把它完成這個手術 但是後來馬上就說 不要做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已經超過我們的成本 這彈簧圈很貴啊 所以加一個都是成本 對 但我加一個加兩個 已經到達了GRD的這個 所謂的支付標準之後 對 你再加彈簧圈 對 我就會賠錢 那我要不要因為賠錢 不要繼續加彈簧圈 所以他就說這個醫生說 在現場的時候 醫生就分成兩派 一半說繼續加 一半說不要加啦 就這樣 結果後來他們還說什麼 他們後來是這個秉持著 醫生救人的態度之後 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完成這個手術 這真的是這樣嗎 他們講說現在原來整個中國 一年醫院加起來 是 損失所謂的虧損喔 對 一兆人民幣 對 就等於是4.5兆的台幣 對沒錯 也就是說因為他們就 因為現在他們用這個成本來考量 所以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遇到一些很複雜 譬如說你有癌症 或是你要什麼標靶藥物 或是你的開刀很複雜 他們能推就推 就不要做 所以就是說很多醫 很多病人呢 就沒辦法醫治的一個狀況 所以複雜病人不收 他們都不收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看目前為止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中國的國家健委 公佈了一個2022年的 整個醫療體系的狀況 他們2022年的時候 中國的公立醫院呢 有43.5%虧損 而且虧損進了超過1兆人民幣 因為虧損啊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之前不是曾經講到嗎 醫生啦 護士啦 來討這個薪水啊 我有錢 薪水沒有啊 所以他們沒有薪水 所以因為他們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 他們很在意 這個我們醫院到底 賺錢還是不賺錢 不賺錢不賺錢 就是DRG啊 那就會影響到我啊 所以他們才會 為什麼會出現到說 這個再做下去 這個醫院虧損的話 我管理不到薪水 所以那變成是一個 一關卡一關的這個局面 而且他們現在還有一個潛規則 對 如果你要住院的時間太久的病人 我也不收 因為你住院越久 對 我越可能賠錢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複雜的啦 住院久了我就不收 所以現在出現一個什麼狀況呢 中國出現很多人 集體就是不要保醫保 因為保醫保我也沒有用啊 好保醫保為什麼這樣子 第一個 因為醫保人數一直 因為醫保人數他們希望說 我們現在虧錢 所以我們要漲價 所以這樣原本 20年的醫保錢 每個人10塊錢人民幣 現在已經漲到400塊 所以那很多 400塊人民幣耶 40倍 所以很多那個鄉村的人 他根本就沒辦法繳 所以說繳的人越來越少 你看我就說嘛 醫保一年 一年減少2500萬 因為繳不起的人很多 然後另外就是 你這個費用增價太多 我不想繳 所以很多人就說 那我不要 所以那過去一段時間 裡面來說話 而且他們為什麼不想繳 因為媒體報道一個 老杰 你知道嗎 他們投入的醫療所有的資本 是80% 為了850萬的黨政幹部去服務 也就是說 你用黨政軍這些 我們都投入到你們那裡去 所以你看他們的那種官醫院 軍醫院都是非常好 因為我們正講呢 你是中國的老幹部 你有最好的醫療 你有最好的設備 你對一般人來講 你根本沒有 所以他們就不願意啊 他就認為說 我加入這個我是被割韭菜 所以為什麼有一年有2500萬人 就因此退掉這個醫保 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好另外導播我們現在開始畫面 現在中國剛剛講的 他一年現在虧損的是 4.5兆的台幣 4.5兆的台幣 就讓很多的醫院 他根本沒有辦法經營下去 我們不是講說 中國現在有很多爛尾龍嗎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房子 也是爛尾龍 更可怕的是 它竟然都是醫院 沒錯 因為很多醫院來說 我們就講嘛 你現在開醫院搞不好變成虧錢 那這樣原本呢 我認為說 該醫院有非常多好處 那現在醫院打攤 我醫院很多好處都沒有了 所以你看 看到的都是醫院 現在這是什麼 這是在四川的這個華埔醫院 他也是蓋到一半之後 爛尾龍沒有辦法蓋下去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爛尾龍一個狀況 你看這就很像醫院的這個設備嘛 就是很像這樣 但是完全都沒有辦法 資金鍛鍊 就完全就是停擺了一個狀況 連救護車都不能開了 好那除了這個醫院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這在這個廣東江門的這個爛尾龍 叫銀葵醫院 寶傑這個銀葵醫院 你看了之後你會嚇一跳 如果我們看到空中俯瞰圖是這樣 你根本就是個心事證的感覺嘛 他這個其實真的是要蓋非常多的 這是銀葵醫院 對你看他一共是 這個17萬平方米 然後總建築面積約莫有7.3萬平方米左右 非常大 然後他可以做什麼 1500個病床 然後有38個醫療中心等等 哇非常多 結果沒有要做到一半的時候 寶傑他也因為資金鍛鍊之後 蓋不下去了 所以現在全部都變成是爛尾龍 而且不只是這個爛尾龍這麼多 寶傑他們還原本還想什麼 因為過去中國大陸對醫院很重視 還有一個醫院也是這樣 他是在海南這個地方 對 結果被他蓋的時候 他是三甲醫院 對他蓋了 那他蓋醫院 為什麼蓋成爛尾龍呢 因為被他發現什麼 你在醫院中間 你還蓋建案 就是他在醫院中間 還插著這個建案 他們自己建案 蓋房子 原本是要這樣偷渡 結果我醫院蓋下去之後 然後我順便把這個建案賣下去 結果被發現 被發現之後 他這個整個醫院就完全停工了 還有停工還有什麼 還有在秦皇島這邊也是廣濟醫院 也是一樣 他也是後來就停工了 那停工的時候 沒想到 這裡面是什麼 有兩家國營企業合辦的 他們一起發 一起投資 結果後來國營企業 錢下不來 就停擺 那停擺之後他在網路上拍賣 拍賣很多次 結果目前為止都是完全流標 也就是說 醫院目前為止 蓋了 你不但沒有人要蓋 而且蓋了之後 也變成爛尾樓 然後你爛尾樓之後 又沒有人要去承接 所以中國現在醫院變成是 大家不要的這個設施 所以這個醫院的爛尾樓是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到處都有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 中國的這個醫療體系 都出現了非常大問題 從一個將軍之死 大家現在開始人人自圍的一個狀況 現在在中國 在廣泛討論一些事情是什麼 你現在如果到了醫院 你要看病 特別是你要進開刀房的時候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出現了連續幾個人 都是年輕力壯的人 進去了以後還是清醒的 就一進去了以後 可能只是一個插傷 可能是一個車禍 進去了以後就跟你講出來 他已經意識昏迷了 他已經腦死了 要你簽這個所謂的器官捐贈 結果你被逼簽官捐贈了以後 他的器官就真的沒有了 是 寶貞哥 現在出現了幾個案例 有一些共同點 第一個共同點就是 被送進去的這些都是年輕人 比如說在武漢 這個28歲年輕人 他其實是腦外傷 但是報導裡面 並沒有提到說是哪一種腦外傷 可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 他人進去的時候其實清醒的 而且他又進去 然後本來是說做檢查 你可能要留血或幹嘛 結果他的家人趕到之後 他說那個醫生跟他說 你小孩已經腦死 然後他就想說 他進去的時候不是還清醒嗎 不是還可以講話嗎 而且腦外傷有三六種 有輕重不等 你怎麼可能一進去就腦死了呢 對 而且很誇張的一件事情是 那好 就算說你真的已經進行 所謂已經呈現個腦死狀態 你也要進行一個相關的 什麼自主呼吸嘛 你可能要一段時間 他能不能不呼吸 他沒有辦法呼吸那可能才確定是腦死 就是你不可能是在短時間之內 判斷腦死 然後就直接移植了 你說判斷腦死 宣布腦死他中間是有程序的 對 然後結果後來他的家人 就是他們這個是 他就是又用騙又又哄的方式 叫這個28歲的他的父母親 就是說你小孩子現在已經不能怎樣 我跟你講你趕快簽 你趕快簽你趕快簽機關捐證 現在這個機關捐證的話 他可以照顧很多人 結果後來那個父母親就說 不對啊 我孩子不是 他還可以自主呼吸嗎 我孩子明明他們其他人看到的時候 說他還好好的 怎麼會怎麼一轉眼 就是人家那個父母的情緒 根本還沒有進入到這個 已經就放棄的情緒 結果他不管 他直接就跟他講 我跟你說 你那個時間呢 你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用這種連哄帶騙的方式 就是勸說家長進行器官移植 結果後來那個已經 現在的狀況是應該已經移植了 而且移植之後這個家長就說 等一下 我覺得整個事情超有問題的 你們從頭到尾 我們都覺得我們是被哄騙 然後就開始要跟他維權 就說我覺得我們不對 這個小孩子是被你們這樣子 有點強摘器官的 然後要去跟醫院去 就是主張一個公道 結果他竟然還報警 把他們給抓走 然後就說整件事情就這樣過去 後來才這個相關 然後就網路上 就不斷的把那個影片丟出來 然後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引起很大迴響 然後大家不斷提出質疑 第一個 我就算是那個28歲年輕人 我突然倒下 我突然倒死 你也要配對吧 你也要配對吧 就是到底誰需要我的器官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早就配對好了 早就配對好了 就是這個中 搞不好我可能只是受傷 我可能只是休養一陣子 撞到頭 對 你只是撞到頭 你可能需要休養一陣子 他就把你整個人弄成 不是 而且誇張是現在後來調出他的病例 這個調出病例的時候 他有自主呼吸的能力 自主呼吸能力 居然你被判定 腦死 家長說我要去了解 對 根本不讓你了解 對 所以這就是後來家長 越來越發對不對勁 因為他們一直相信這個主任 所以他們後來有點被 被騙的情況之下去切了 切了之後人就送進去 然後就移植了 所以後來是有些人看不下去 醫院裡面有人看不下去 就說 我跟你說 就說這個有點奇怪 這個就是完全 怎麼可能 你已經有人在等待了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 完全不需要那個配對的時間 所以才後來發現說 類似的狀況在這個主任手下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你說不是單一事件 對 如果單一事件你還覺得 那個是個意外 結果還接二連三 而且不是只有武漢 在別的地方也有發生 甚至有那個小學 有那種年輕的學生 或者是說兒童活生生被摘掉器官 然後他就開始在蹭上蹭 蹭完之後 然後還講到說 整個摘完之後 他的心臟還在活 所以他們就講到說 現在你看多可怕 現在這個武漢 摘完心臟還在跳 對 所以他們就等於活摘器官 進行相關的人體實驗 非常可怕的 年輕人進去 有進去沒出來的 後來同樣的情況在哪裡 在河南的一個汝州 這更荒謬 竟然一天之內 就丟失了三個孩子 而且第二天之後 怎麼民航機 竟然出現了所謂直升機 十一分鐘之後 大家想說小孩子也找不到了 然後就有人說 其實這個是不是有點 跟那個小孩子失蹤 有點連上關係 所以他們後來就發現說 從2007年開始到2023年 很多他們說 中國事業非常荒謬 他就說 我們現在有器官捐贈 我們總共有完成了 九萬多例 但是事實上 哪來了這麼多人 願意捐贈器官 而且更荒謬的一件事情 中國在去年 你看這個 竟然有相關的報導 這個人是誰 竟然是中國原教育部長 副部長在14年之內 換了五顆心臟 兩顆腎臟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 讓他換 所以就換句話說 14年換了五顆心臟 兩顆腎臟 對 而且現在國際的先單位 他們就開始講 包括像那個美國 美國你知道嗎 他要等待一顆腎臟移植 要等多少天 一千一百二十一天 他要等個肝臟移植 你知道多少天 七百九十六天 那美國有多少人去註冊說 我以後我走了 我願意捐贈我器官 1.5億人 換句話說 每兩個美國人 就有一個人 願意簽這個器官捐贈 但是他還要等一千多天 才能換 你知道中國幾天 幾天 中國的那個急性肝臟捐贈 就是移植幾小時 怎麼可能 你的配對 那代表什麼意思 全中國 所有相關的一個 你的你的 你什麼血型 你什麼的 早就已經知道 這些高官 要換的時候 你越年輕 身體越好 跟我們搭配越好的 你越容易被送進去 就再也出不來 而且讓人家覺得 非常誇張一件事情是 中國現在竟然有一帶一路 他們竟然還有器官捐贈 一帶一路 什麼叫器官捐贈一帶一路 他們去年12月的時候 在中國的南寧廣西南寧弄了一個 然後有三十幾個國家來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器官捐贈 技術很厲害 什麼什麼 結果後來馬上就被人家發現說 你是不是開始 要去跟全世界有錢人 包括沙迪阿拉伯 包括那個中亞那些國家說 你是不是器官需要器官捐贈 你的心臟是不是不好 你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講沒關係 那中國紅十字總會上面 它上面就是直接 你在台灣那個器官捐贈 哪有說這樣的名火池上幹的 不只這樣 他是從2016年開始講說 器官捐贈還搭配一帶一路 那可什麼意思 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 有錢人 你沒有器官的 不用怕 我們中國14億人口 都可以配對到你的器官 然後所以現在整件事情 大家會發現說好可怕 現在包括像法國 英國這些國家 講明了 你不可以去中國做器官捐贈 去進行這個手術 因為他們認為 中國這個器官捐贈很可能 都是非自願性 都是活體強災 而且可能都是勞改營 甚至剛講到年輕人 只是一個腦腕傷 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變成腦死 最後根本就再也出不來了 總 這件事情真的太詭異了 這件事情 全世界都覺得 怎麼可能廣州中山大學 附屬醫院的研究室 集體離開 而且中國人研究室又出事了 這次出事的是什麼 廣州大學的這個 附屬醫院的研究室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已知有大概約莫幾名的學生 因為研究室的可能 不明液體或是什麼外洩 結果居然得了癌症 可是液體 他又不是得癌症 又不是感染 你怎麼可能液體外洩 會得到癌症 而且可能長期接觸到 某些液體之後 他們都沒有做一些相關的管控 那當然了 目前為止來說 學校已經承認這些人 真的離癌了 那離癌了之後 結果沒想到學校怎麼做 趕快把這個研究室 就拆掉了 拆掉了 所以現在沒有這個研究室 你無法證明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 因為這個研究室而離癌的 不是 當你一個研究室 發生這麼怪的事情 你這麼多的高級遊遊人 集體離癌 你不是應該好好的去調查 好好去研究 讓這件事情不要再發生 你怎麼可能說 你當發生這件事情以後 你就把研究室給拆了 而且這件事情 目前為止在中午已經炸鍋了 那炸鍋的同時 你知道很多學校就說 我們看了這個媒體的報導 我們也是這樣做 所以那很多學生都說 我們根本就沒有執行所謂的SOP 而且是 中國大陸各大醫學中心的 這個研究員都出來說 我們根本也沒有做相關的 這個防護措施 所以讓人家講到什麼 我們就想起了 為什麼會有所謂P4實驗室 P4實驗室 為什麼這個 是不是COVID-19 就從這邊流出去了 大家都不意外 甚至在2019年的時候 藍州還有出現生物藥廠 外泄這個狀況 因為這一次的廣州 廣州中山大學 是中國三甲醫院等於 約莫等於是我們 當地來說 等於是我們台大規模的醫院 是醫學中心 居然出現所謂的 因為實驗室的誤差 出現人員得了癌症的這個恐 而且他講說這個是中山二院 乳腺外科的團隊 竟然多人禮癌 而且這個禮癌剛剛講的 有一個是蘇士成院士 有的是什麼 宋兒衛育院士 代表那是非常廣泛的 罹患癌症 對 然後為什麼會出 有這樣的事情 主要原因就是說 有人在網路上面 就這個流傳說 好像這個中山二院 有多名學生集體禮癌 禮癌之後結果沒想到 你知道 等一下他是孫益仙紀念醫院 對 沒錯 事實上 這個當地算是非常好的 簡稱中山二院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就有人在網路上 就開始貼了 就是說你看 中山二院的這個乳腺外科啊 很多人就得了這個癌症的這個狀況 結果就有一個人 他自己就貼了 他那貼的時候 人家當時網路爆料就是說 有一個29歲的這個女博士 叫做黃明 然後9月末的時候 肚痛難耐 之前都沒有任何的這個症狀喔 9月在中山二院檢查 檢查結果他換了這個胰腺炎 結果等到11月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線癌 對 而且已經 已經惡化到轉移到肝臟 那來不及了 生命只剩下幾個月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沒多久之後你看 這就是網路上在流傳的這個狀況 你看後來他妹妹就自己貼出來 你看這是他的這個妹妹就說 我姐已經有人發了 我就自己把他講出來 他說我姐也是受理癌的那一個 什麼 而且那目前為止 連微博他都發不出 也就是說他不但得了癌症喔 他現在微博 他老姐的微博已經被紀念 就是你不能夠講話 而且在實驗室 被瘋了 對 實驗室已經拆掉了 然後他這個妹妹為了取信 他還PO出她姐的病理報告 確定他真的已經得了癌症 而且是癌症末期 都轉移到肝臟的一個狀況了 不是 這也太誇張的是 你說連夜 剛剛講的網路連夜升級 幹嘛連夜升級 就是完全的控制 控制了以後 這個實驗室就把它拆掉了 對 我們現在講嘛 這個中山醫院來說 中山大學醫院來說 成立在什麼 1835年 他是中國第一家西醫醫院 西醫的醫院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醫院 在當地來說的話 他癌症啊各式各樣 你看就是還有 還有孫中山孫義仙的這個照片 所以他是個非常老牌的醫院 而且他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什麼 癌症的多科的診療室的這個四點醫院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好的醫院 結果沒想到這麼好的醫院 居然沒多久之後爆發這個事件 你要去問說這個學校說 相關的人不知道之後 結果沒想到他們今天在做一個事情 什麼事 就是他現在已經把研究室拆掉了 拆掉全部都拆掉 然後拆掉的時候他們就說 對啊 導播我們看 這個板子 這就是這個實驗室裡面的隔階 這個板子全部都要拆掉了 被拆掉 然後之後拆掉之後 就是之前有得到癌症這些 然後就說 為什麼你們要這個來做這些 把研究室拆掉 他說沒有 我們只是做那個例行的 消防的這個相關設備的更新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時候 就把整個實驗室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你現在實驗室拆掉 你還不能亂講話 當然不能亂講話 你看我就講嘛 事實上這主要原因 這一次就是疑似是這一位 叫書姓的這個主任醫生 他下面領導的團隊裡面 有非常多人離了這個癌症 那你知道 原本我們講有一個這個樂樂的 後來有他就說 他把他姐姐的這個相 就網路上就把他姐姐的這個相關 都PO出來 所以確定說他真的已經得了這個病 然後得了這個病之後 而且我就講 這些目前為止得病的人 都不能夠在網路上說話 也就是說不但官方否認有這件事情 而且目前為止 這些所有離癌的人 完全都不能夠講 不能夠講話的一個狀況 而且 而且他這些學生 不是說什麼大學部的學生 都是博士班的學生 對沒錯 然後就有人在說 這個中山二院的這個 就是書姓的導師 他有多名學生 然後很多都是博士 結果沒想到 集體罹患上罕見的這個癌症 然後今年的乳癌那邊 有六個學生離癌 還有人是疑上癌的這個轉移 還有另外消息稱 三個博士 一個博士後 都小於三歲 全部都是海界的癌症 所以顯然有非常多人得了癌症 那為什麼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每年中國新增 大概470萬的這個癌症病人 罹患病症大概0.33 這樣沒想到呢 這有三百 兩百多名的研究生 已知目前就有三個人得了癌症 這比例也太高 所以就有人質疑說 到底是什麼樣 難道是什麼世紀外泄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長期的這個污染 造成他們集體得癌症的一個恐慌啊 好 那現在 當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很多人就開始PO了 或是我們才慢慢知道說 中國的實驗室也太鬆散了吧 對 我們現在來說 慢慢揭開整個中國實驗室 恐怖的這個真相 什麼叫恐怖真相 有一個在攻讀博士 不是在中三大學 他就說 我們記得還是碩士生的時候 這個老師交給我們的所有 就老師做完沒多久 就由學姐戴 那學姐完全沒有什麼防範措施 這停留只有戴手套還有口罩 他說那些是什麼東西 他完全不知道 結果後來他才知道說 原來是二甲本 保證你知道二甲本是什麼 二甲本是聞久之後 你會得癌症 你會罹患血癌 他說他完全都不知道 就居然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所以也沒有人告訴他 裡面有什麼 我裡面我只有戴口罩 我只有戴手套 我一個人就在裡面弄 他說我操作兩個小時之後 我頭痛到飯都吃不下去 而且你知道二甲本來說的話 你要有通風的裝置 實驗室裡面不能夠讓二甲本 在這裡面弄 就像沈蘭他就說 我根本沒有什麼通風設備 我們就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導播我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圖 你等於說 這個我要有一個面罩 面罩裡面剛剛講的 我有一個附壓 等於說這邊有一個通風口 我這個地方不會接觸到 裡面還有通風設備 他說沒有 照理講你用二甲本要有 像這樣的人 他這樣的裝備 還有沒有 我只有一個手套 我只有一個口罩 其他我什麼都沒有 對甚至還說 我現在才知道 這個沈蘭說 我現在才知道 我們做很多實驗室 是要在P4 P2實驗室 剛才根本就不是P2實驗室 就是一般我們的教室 就這樣操作 所以現在就有人吧 2019年 在蘭州的時候 當時也有一個實驗室 對 他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波乳氏菌 對 這個地方本來講 你這些的所有的病菌 你出去通風口 你要經過消毒 經過處理 還有沒有 實驗室裡面 我做的任何病菌 任何事情 我就直接排出去 排出去以後 蘭州周邊這個實驗室周邊 竟然有三千多人染病 而且他們當時 為什麼發生這件事 蘭州附近來說 有三千多人得了 叫懶汗病 懶汗病 為什麼精神不濟 然後覺得全身軟軟 軟爛的 這樣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 蘭州這邊有一個公司 叫蘭州生物藥廠 蘭州生物藥廠 蘭州生物藥廠來說的話 他們有用所謂 他們有在研究所謂 布魯士菌 布魯士菌就是這一次 導致這個所謂 染汗病的人 結果被想 因為他們要把它消毒完 才能夠把這個氣體排出去 結果被想 他們消毒的時候 用了過期的消毒劑 過期的消毒劑 消毒劑沒辦法消毒 他們不管 就把它排出去 結果沒想到大批的人 就沒有接受到說 這個廢氣到底怎麼樣 結果完全都被感染 所以你看當時有非常多排隊 去看醫生的這個狀況 他這個症狀很可怕的是 你會關節疼痛 對 你會發燒 你會異常疲勞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研究室的小老鼠 開始生病 然後呢 女性分娩不斷地產生這個死胎 更誇張什麼 你完全的肌肉無力 你長期處在發燒的狀況下 嚴重著 你還會發生了肢體殘障 對 你看他會侵襲什麼 生殖系統還有關節 然後還有嚴重會殘疾 但是中國不管了 反正這6600個人 欸你幸運好的話 你就沒有生病 1500塊 對 那如果你真的不幸生病 不好意思 我們也只能夠賠你1500塊 而且他就說 這是偶發意外 所以大家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這個研究室 就亂成這個樣子 還有更誇張是什麼 最近有一個公司 叫上海陸家嘴金融公司 他就直接說 欸我有一批地 目前為止完全不能夠蓋 而且這就是這些 他目前為止在這個 綠岸上面來說話 他有2800套的房子 都不能夠賣 然後幾百億的這個區域綜合 目前都不能夠住 為什麼不能夠住 因為你進去裡面來說 寶姐你知道 你會先看到這個 警告 他說你要進去這個社區 警告 然後嚴進入內 未經許可的話 本地存在有污染的風險 警告 結果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沒想到 這一塊地上面 過去有工業污染 它根本沒有查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一個叫做本化皮 一個叫做 一個叫奈 本化皮是什麼呢 寶姐 這個國際衛生組織把它列為 叫一級致癌物 它土地上面有一級致癌物 然後這個奈也是 一級致癌物 兩種一級致癌物 居然在這裡面 那你還去蓋房子了 蓋了房子 而且都蓋完了 而且當初 不知道為什麼就過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中國可能很多 你說這一塊地是被污染的 而且這一塊地是一級致癌物 結果你卻還讓人家去蓋房子 蓋好了才知道不對了 蓋好之後 有人要住進去的時候 不行 有人看到有人檢驗出 這裡面可能存在問題的時候 陸家族也發現到這個問題嚴重了 結果沒想到都已經蓋完 才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你知道 連研究室也能出包 然後你看這個土地 也能夠出這麼大的問題 你知道中國的這個生物科技 相關的防範 真的是有點太不小心了 玉鳳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全世界都非常驚訝 怎麼可能說一個三甲醫院 一個中國這麼重要的實驗室 居然出現了一個集體來的狀況 完全無法解釋 再看到說原來在中國實驗室裡面 你沒有按照SOP 原來你的管制這麼樣的粗糙 剛才有人提出說 現在中國最可怕的是 你進口了很多野生動物 是要做實驗的 真的這麼可怕嗎 對 我們來講一下 在全世界的黑市交易裡面 第一個走失最大的一個金額就是軍火 因為有戰爭 然後軍火的單價都很高 第二個是毒品 因為毒品的量非常的大 但其實第三個就是野生動物 而且是活的 是失貨市場 對 野生動物的交易市場 這麼大 對 野生動物的交易市場 他們講說這個東西呢 是第三名 至於軍火跟毒品 是第三大的一個走失行業 每年走失的金額是500億美元 而且這個東西 寶傑哥他是活的 他講的是失貨市場 是你要活生生用活地來運送的 跟我們以前印象中 你要怎麼珍稀的一些藥材 你要犀牛角那些非法的東西 那這些都是乾貨 現在來講最可怕的是 你要活生生的把這些野生動物 你根本沒有檢疫過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來源 你只是要活生生的把它轉過去 那轉去哪裡呢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香港 香港這個中介站 全世界這個所謂的走失野生動物 有高達1.6兆台幣這麼多 對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主要就是透過香港來走 然後香港你會進到中國大陸裡面 或是會到其他的日本的一個地方 好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蜜帶無跟這個水踏 以前是不會當成寵物的 水踏就是在水裡面 在溪裡面 你怎麼現在變成寵物了呢 所以說現在越珍惜的動物 越可能變成了這個寵物 而這個越珍惜的 你越搞不清楚 牠身上到底有什麼疾病 而且這中間最大的轉運站 竟然是香港 好 我們來講 他們是怎麼樣來做的 你想想看 你今天在過去來講 IG Instagram上面 你散你的貓 在你的狗 你要獲得幾個贊 100個贊都很難吧 可是當你有蜜帶無 你看牠的眼睛大大的 還有這個小懶猴在吃飯糰 眼睛大大的 然後呢 這個水踏 你丟出來之後呢 你去看他的IG上面 像這個就是他們在吃飯糰 這有幾百萬個贊 你這個東西可以馬上 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流量 有流量之後就可以流量變現 所以很多的網紅 就要養這些東西 這是寵物 對 把它當成寵物 可是呢像這個東西 日本不少人養 很多家具養寵物 你去哪裡 拿這個水踏 你就跟印尼定 印尼他們的成本是30塊美金 然後呢 周轉到香港之後呢 由香港轉到了日本 這一隻 從30塊美金變了多少錢 900塊美金 30變900 對 就這樣子變得非常非常多倍 然後呢就大家拿去 然後最可怕的是說 這東西 除了棄養以外 他們現在中轉站 還喜歡一些很珍奇的東西 譬如說陸龜 陸龜其實有一些龜 它的這些特別的一些品種 全世界可能只剩下一千隻了 你說這個烏龜 對 這個烏龜很珍貴 這種珍貴的烏龜 你知道他們怎麼樣來運送嗎 它不管它 它就是拿一個絲毛巾 把它弄濕之後有沒有 把這個烏龜 直接活體給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呢 丟在行李箱裡面 透過很多的一個層層轉運 就送到了香港去 從香港 你可能送到中國大陸去 但送到其他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 也沒有檢疫 所以很多的病菌 就由這樣子 活體的一個轉送 直接散播出來 難怪美國精 他們就是發了一條新聞 這條新聞就是 實驗室安全堪憂 野生動物交易不絕 下一場 全球的疫情 還是可能來自中國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這個實驗室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很多實驗室的SOP 根本就沒有做好 然後再加上現在有 很多的一個 野生市場的一個轉賣 在過去來講 你要做這個東西 你可能要很多的安全設施 沒有 它就是直接活體放在這裡 對 然後呢很多的情況之下 是裡面的動物 會互相的咬來咬去 最後你想想看 誰會活下來 毒性最強的 最有實力的物盡天者 最要活下來的 恐怕就是最毒的 所以有蛇 有穿三甲 剛剛講到的 有這個所謂的蜜袋舞 有這個所謂的水榻 有這個烏龜 還有 剛剛講的 這個小飯糰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小蜜猴真的非常可愛 它是小懶猴 然後在過去來講 你不會想到說 小懶猴可以當成什麼 當成寵物 這個影片一出去之後呢 大家就知道說 哇 你要獲得 可能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方式 但是呢 後面的風險非常高 有很多奇奇怪怪神秘的一些病菌 就這樣子 一層一層就傳的出去 好 董事長 過去你也在醫院工作過 現在在中國來講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醫院 這個真的是三甲醫院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醫院嗎 連這麼好的醫院都出事了 不 應該要講 中國的三甲醫院 就是我們的醫學中心 它各個系統都有它的優勢 那廣州這個地方上本身 它的財力就比較雄厚 應該講是個非常好的醫院 但是這個整個所有 搞到實驗室 會有它的這種 使用的這種化學藥品 或是說放射線的物質外泄 而搞到博士生會 癌症 這個太離譜了吧 為什麼離譜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SOP的問題了 因為我是一個博士生 對 大部分都具有醫師資格 因為你注意看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他的乳腺癌的 外科的團隊 所以五線外科團隊的博士生 都是醫生 就是他的外科團隊裡面的學生 他不然從哪裡來的人 所以本身都是醫師 醫師本身對治療 對相關的化學品的防範 對放射物品的防範 你有嘗試啊 都有基本知識 他的專業知識啊 怎麼搞到他自己會 就得癌症呢 這太離譜了嘛 所以表示說 他們的醫療團隊 跟他的研究團隊的隨便跟輕慢啊 已經是全面性的你知道吧 因為你就要去看看我們台大醫院 看看我們的國防醫學院或長根醫院 他們的也是有學校 跟這個 跟復醫合作 那有很多的老師跟帶著學生一起做實驗 一起做paper 然後全世界有名 我們台灣剛剛研究全世界第一名 對 那這麼多的研究的過程當中 太多的可能性 會有互相有交叉 有感染或是會污染的可能性嘛 那這怎麼管理 當然是一個程序上是非常嚴謹的 然後有數量的管理 有盟控的管理 怎麼會有時候博士生會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不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 你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他本身就是合格醫師 合格醫師才會去讀博士嘛 結果你本身就要醫人的醫師 就是將來要操作這些所謂的 跟病人之間的治療 對 不管是化學治療 或是放射性治療 或其他各種治療嘛 對不對 那都是高毒性的東西啊 那你如果在實驗室都這個樣子 那你在醫院怎麼辦 那就是隨便了嘛 就是隨便嘛 就是變成非常隨便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它的全面性的管理 跟整個的思維的方式的一個 重大的錯誤 好 玉鳳另外就是 有個太怪異的是 中國居然連續七個人 都跟COVID-19有關 結果在最近這段時間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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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莫名其妙的死亡 對 COVID-19的起源 到底是野生動物 從自然界傳給人 還是從這個P4實驗室傳出來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一個猜測 可是呢 想想看 這個台子上面有七個人 這七個人都是跟COVID-19 息息相關的 然後呢 陸陸續續一個一個都死掉了 從一開始的時候呢 最早的是趙正東 他是2020年的時候呢 突發疾病 那個時候他才幾歲 53 53年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大概都是四五十歲 對 正值壯年的時候 然後呢 核酸檢驗的一個白小慧 他是一個研究專家 他死的時候也是42歲 42歲 也是壯年 然後呢 真兵 好 最可怕 最重要的是這個 曹曉斌 他是科興的 那個時候就是他們做這個什麼 疫苗的時候 結果突然之間就傳出來 他過世了 過世的時候呢 網路上很多很多的消息 然後科興呢 也不解釋 直接說就死掉了 也沒有解釋 他才45歲 對 他才45歲 而且正值壯年 他馬上也不講說他的病名或什麼 就直接說好 八寶山的這個殯儀館 就直接發上了 好 再加上吳建國還有吳尊友 吳尊友是誰 他是疾病預防中心流行病學的首席專家 因為這件事情為什麼最近又突然被爆出來 很多人開始注意 就是吳建國 跟吳尊友 一個在10月3號 一個在10月27號 突然都發病身亡 對 而且這兩個都是非常非常指標性的一個人物 吳建國是武漢大學 COVID-19那個時候也是從那邊出來的 好 10月3號 發病死亡 前面沒有什麼病死 就突然走掉了 10月3號 突然之間同月 10月27號 這個是首席專家吳尊友 也就突然走了 所以很多人在網路上面把這個東西一個一個兜起來之後 就覺得說 是不是有什麼神秘的力量 太詭異了 不然怎麼會跟COVID-19有關係的專家 一個一個死亡 而且這兩位 吳建國跟吳尊友 這死亡時間這麼相繼 什麼病根本沒人知道 就是這樣子走掉了 對不對 我信我真不可思議是 一開始我們講到的 今天很多包括華爾街市報 華盛頓郵報全部都報導 真的這家醫院 三家醫院 真的你在實驗室裡面 居然發生這種事情 體體離開 對這個中山醫院其實是非常著名 非常著名的一個醫院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開始炸鍋在討論這個議題 中國炸鍋了 炸鍋了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第一個 這三個已經確認已經離癌的博士生 他們離的都是罕見癌 而這個罕見癌呢 基本上三個都不一樣 那你想想看 如果 三個不一樣 而且學校是說 而且醫院也是說 這三個來講的話 都已經現在不在崗位上 就是說已經離開了這個中山醫院 那請問一下 那現在中山醫院 現在的所有學生當中 對 竟然沒有發現到有癌症 那到底這三個是怎麼離癌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那個老師是蘇老師 那團隊是一個蘇老師 蘇老師自己本身來講 長期在那邊經營當中 為什麼同樣的研究室 他沒事 蘇老師沒事 為什麼學生有事 這讓我們非常懷疑一件事情 這三個學生乾脆是不是白老鼠 也是不是 所謂我們中國大陸 常常講什麼 活體災除等等之類的 或是什麼東西的 白老鼠 是白老鼠的概念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這個癌症的研發新藥的時候 會有人去測試這個新藥 但是如果有人 要測試這個癌症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冒這個風險 去測試這個癌症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說 實驗室是一個不通風的 而且試劑是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現在的所有學生沒有問題 對 為什麼三個有問題 好了 那就是三個問題來講的話 為什麼離的癌症 又不透的癌症 然後再來就是說 癌症難道 是短時間內 一兩年內 你就會形成癌症嗎 通常癌症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時間 那如果你要讓短期實驗 就讓這種白老鼠 或是小老鼠 實驗老鼠 能夠短期去離癌症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強壓注劑 注射到你的身體當中 才有可能會有這種短期當中 離癌的可能性 所以我嚴重懷疑一件事情 這些根本就是內部來講 而且你知道這個蘇老師 馬上就把他離癌 踢出他的群組 趕走了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群組 等一下 我都在你的實驗室 我都得了癌症 你不但沒有去關心我 為什麼得癌症 如果我的癌症 跟你實驗室有關 你對我也有道義責任 照理講 你應該也要幫我去 進行一些醫療的工作 結果當我反映這些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 你把我從群組裡面踢掉 第二個 你把我的微博的這個帳號給拿掉 第三個 你把實驗室給拆掉 你完全否認這件事 是 就代表說當中是有黑的 是有水很深的 深到我們不知道 到底是為什麼會 離這個癌症 是自然因素離這個癌症 還是人為因素離這個癌症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事情是一個羅生門 學校現在全部否認 你說那實驗室在猜 但是那實驗室猜了說 到底猜實驗室 跟他的離癌症 有什麼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是 你實驗室是不通風的 是有問題的 那大家都有 大家都會有啊 怎麼會只有三個而已啊 那就是代表說很奇怪 因為那個團隊是很多的 而且是有兩百多個人 在那邊做實驗的 那如果說 他的實驗室有兩百多個人 曾經來來去去 兩百多人做實驗 那為什麼其他197個人沒有事情 為什麼就那三個人有事情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裡面 有貓膩在裡面的原因是因為 有可能這當中來講的話 比如說 這學生缺錢嘛 然後我就可能有廠商贊助啊 你什麼樣之類的 然後要中間來講的話 有所謂藥廠 或是怎麼樣 交易 來交易的這個概念 所以這當中來講 那為什麼 這個醫院也不負責任啊 這其實讓大家詬病的問題 你一發這事情 然後就撇清的乾乾淨淨的 完全都沒有你的事情 所以就代表說 中國整個這種生物實驗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P4的實驗室也好 或是這樣的生物實驗室也好 其實說真的 都沒有一個很嚴謹的一個SOP 如果說你想想看喔 這個蘇老師如果進到這個實驗室 都可以帶著所有的 防護面具 防護功能的話 學生不會跟進嗎 學生都跟進 你可以說學生在那邊 就離地打打 然後全部都不嚴謹來 來做這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代表說 這當中來講 可能有一些商業的交易 我們不曉得 今天我們看到 一個中國的上校 半夜兩點鐘 坐著滴滴打車 回到家的時候 馮洋鶴 居然不幸車禍身亡 我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你跟我講 這件事情 聚關重要 這個馮洋鶴的過世 對中國來說 是個AI人工智慧的 一個重大打擊 這麼嚴重 因為他目前是解放軍 最厲害的 戰爐二號的 這個所謂兵推系統的 這個發明者 就讓他不信 戰爐二號 往生的時候 現在大家傳言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是被中國嚴格保護的 天才的軍事AI的科學家 那他目前也是 中國的那個 國防科技大學的副教授 照理說這麼樣一個重要人物 怎麼會在黨慶那一天呢 凌晨的時候呢 在北京三環 發生這麼嚴重的車禍 而且看到這個車禍的 這個照片來說的話 抱歉很多人都覺得不單純 因為第一個 他搭了車現在很多種說法 是說搭滴滴打車啦 甚至說他可能是 做了他們的專車 但是他在這個三環上面 被什麼 這個所謂水泥車 還有公 這個所謂大型的巴士 兩個這樣夾擊 人家就說 這看起來不像是一般的車禍啊 怎麼會有這麼詭異的事情 在北京三環發生呢 這真的太誇張了 沒錯好 那除了他過世之外 寶傑最近一段時間你看 火箭軍接連很多高階將領被查 要嘛也被親身 你就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軍隊裡面接連出現 這麼多的狀況 再來就是最新的消息是 秦剛 中國的外交部長 從6月25號到目前為止 都不見人魚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國的高階官場 照理說現在應該是習近平 大權在握的時候 怎麼會 軍方陸陸續續爆發一些 不穩定的狀況 連外交體系都爆發 不穩定的狀況 而且我覺得秦剛最尷尬的是 王文明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對 直接問他 他尷尬到講不出話來 16秒 你看就這樣子 對16秒的時間 不知道說什麼 然後翻一翻之後 直接無視 再下一步 你知道他事實上 現在整個中國官場 瀰漫了一股非常詭譎的氣氛 習近平不是大權在握嗎 但是怎麼會有這麼多 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好在裡面講的 現在這個馮陽赫 在半夜2點鐘 居然發射車禍身亡 到身亡以後 你從他的整個悼念的文章 我才知道 他有這麼厲害 對沒錯 事實上他在7月1號 就已經過世了 那過世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呢 一直到7月11號 才發出消息 這消息是誰 這是我微信公眾號的 中國工人智能學 人工智能學會 所發佈的一件事情 人工智能學會 因為人工智能 他是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 對 他說他在這個馮陽赫同志 在執行重大任務中間 於2023年的7月1號 凌晨2點35分 在北京不幸犧牲 享年38歲 怎麼會是不幸犧牲呢 執行重大任務途中 在2點35分 在北京不幸犧牲 對那當然現在 目前為止來說 網路上大家都曬出 這個沉痛 吊念這樣的事情 好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保證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 有越來越多消息 他在往生的這個階段 被車子夾殺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手上還抱著什麼 這個高超音速的 導彈的這個重要資料 所以就是說他事實上 保證那這個AI系統裡面來說 除了可以做 包括說像冰推這個 當然沒有問題之外 AI也可以用來模擬相關的導彈嘛 對 所以也就是說他是不是 當時在執行一個非常重要 是不是在用AI方式 在模擬作為超高音速導彈的 一些重要的這個 飛行的過程 或是軌跡這樣之類 對 就被他在那時候遇到車禍 遇到車禍之後 結果現在中國網友就說 欸 這麼重要的這個科學家 連什麼保護都沒有 美國只要用個滴滴 就把中國的科技給打垮了一個狀況 所以他絕不可思議 如果你對中國這麼重要 而且你現在正在負責一個 非常關鍵性的任務 對 怎麼可以讓你半夜打滴滴回家呢 所以人家就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有人就說 這件事情不單純 現在就有人說你看 我們就講嘛 這是照片 目前的這個傳言人的照片是這樣 就是 疑似是怎樣一個狀況呢 他在開車的過程裡面 後面來了一輛大 這個所謂水泥車 這樣從後面撞下去 撞下去的時候 他就跟前面的這個大巴士 這樣子被夾殺的狀況 那很多人就說 他根本就不是發生意外 他是被人家暗殺的狀況 那到底誰要暗殺他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多網友就說 北京怎麼可能會有出現這麼重大 好幾年都沒有看過 這麼嚴重的這個意外 所以人家就說 這裡面的事情一定是不單純 他可能搞不好找到鎖定 而且故意在7月1號的檔慶 要給中國難看 而且大巴士想說 他這被暗殺我腦袋 還覺得可能嗎 後來看了佛陽赫的基本資料 對 他也太厲害了吧 可是你看他是什麼 他是中國的國防科技大學的 這個技術大學的這個指動 指揮自動化工程的這個本科 念完他去美國念書 2011年到20年 他的哈佛大學也是統計 所以他有學了美國的一些高階的AI 統計系 又到愛荷華大學去進行所謂的這個 這個培養 也是高階性能的這個計算 這個實驗室 現在寶傑 現在是非常難得的人才 你等於是學到了完整的 美國的所謂AI的這個系統 你的時間 你是在剛好在美國管制之前 等於說你現在想要找人去學 也沒有得學 你不但到了哈佛 你還是愛荷華大學 高性能計算實驗室的 聯合培養的助理研究員 所以等於是說 他是中美之間的 他今天在中國念了書之後 又到美國去 收到美國的培養 一個好人物 後來回到這個中國之後 在科技大學裡面來擔任講師 但是他最重要其實是這個 他擔任 因為他還有軍銜 他擔任叫解放軍裝備發展部的 武器裝備人工智能專案小組的 這個組長 一路這樣 然後他發展的方向就是什麼 決定中國的兵推系統 還有決定中國的這個 輔助決策的這個最強大腦 叫做戰爐系統 所以等於是說你看 這個不是我們隨便說的 這個央視曾經有報導過這個狀況 就是說你看 他的這個 他說全球戰場環境可視圖片化的 這個狀況 這個是由馮洋鶴所發展出來的 他就說他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決策系統 我們從惡務戰爭曾經講過 現在你要打正招 你要做最好的戰場管理 你要做最好的戰場管理 你要把各個兵種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匯集起來 而且你要最快速的判斷 我要怎麼樣的出席 我要怎麼的防守 甚至我到底要怎麼聯合出席 沒有想到這一套系統 中國正在發展 而中國發展 就是由這個馮洋鶴來進行 而且你曾經講過 中國國防科技大學 對 他的分數 是比北大侵華還高的 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號 那我就講 他這個當初為什麼他能夠揚名立萬 主要是他憑著所謂的 這個戰爐第一代之後 他就贏得這個2019年 還有2020年的這個 中國的所謂人機對抗賽的冠軍 後來戰爐2號又贏到冠軍 所以他等於是戰爐1號跟2號 都是全國的冠軍 後來他還什麼 2020年的第一世界全國冰棋推演大賽 所設設立的基1號智能博弈賽的時候 他都能夠拿到冠軍 所以等於是他在所有中國 不論什麼盃 這個解放軍辦的什麼盃 兵棋推演 他全部都是第一名 所以他這一套系統來說 中國已經準備了把它弄上去了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裡面來說的話 他居然就不幸的 殞落了一個情形 你說近三年來 中國進行的任何兵推 他打遍天下無敵手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我們就在這次俄烏的實戰裡面來說 美軍的這個作戰系統 你看整個資訊進來之後 那你怎麼樣做一個所謂的分配 我們不是說過嗎 類似像Uber系統 都在俄烏戰場上面的這個戰車上面 曾經用過這個 他也是類似這樣子的 他裡面來說他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 過去的中國的指揮系統是比較偏向 就是我指揮你 我指揮你然後你這樣指揮 但是他聽說他的這個戰爐2號的 這個決策系統裡面 已經可以做到讓機器自己去決策 而且機器去決策之後 他可以互相的協調 所以這個技術呢 恐怕可能跟美軍呢 有一點點不相向下的這個狀況 就在這個時候呢 他突然之間就過世 所以你看 像中國的這個媒體裡面 照亮形成的巨大損失 他們就說他真的是 非常非常重大的損失啊 所以他講 還用繁星陨落來形容 對你看 他說他的離世 給解放軍指揮控制系統 帶來的重大打擊 彷彿是星塵陨落 天空少了一點光 所以他事實上 大家都覺得 哇這個戰爐2號 沒有辦法再更進一步 在解放軍上面使用 真的是非常可惜的 好 導播我們看這張圖就是 這個是他一個 戰爐系統的一個基本概念 也就是 我今天我的防御系統 我可以通過空中衛星 空中衛星 我可以從這個吧 從無人機 我從這個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智能所有的戰機 對 我可以做空地的協調 他是可以全面整合在一起 我們都曾經說過 所謂的這個技術裡面來說 整合系統其實是最難的 它發展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就殞落 所以我才說嘛 這套系統 目前為止解放軍 已經開始準備要採用 但是問題是 他突然間在這個時候 突然就出車禍過世 郭彩 你曾經在北京住點一年多 你對北京非常的熟悉 你說北京三環之內 在半夜只要入夜 同時晚上 你不可能有人在那邊飆車 你不可能有水泥車 你根本不可能有公交車 所以今天一個滴滴打車 居然跟公交車 跟水泥車撞在一起 而且造成兩個人死亡 你說這對你來講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這個馮洋賀 你去查查他的資料 他不只是說我有哈佛的學歷 我在愛河大學 的實驗室待過 你說他發表很多的論文 他發表很多的論文 在全世界攤開 那是真金白銀的珍貴 對 我以前住在北京重文門 其實就在三環以內 在天子腳下半夜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有人在飆車 如果我們晚上出門的話 其實三環以內 其實是戒備非常森嚴的 你不可能在那邊開著車 在那邊亂船 晚上戒備森嚴 尤其你跑到三環以內 是不可能 因為那往往是國家重要的基地 所以上一次 有這麼嚴重的車禍 就讓人家回想 2012年的時候 半夜4點鐘 北京發生一個 所謂的法拉利 嚴重車禍的意外 一個男生 開車的男生 當場死亡 結果兩個女生 重傷爬出來 結果那個男生 後來被證實是 中國國家領導人之一的 令計畫的兒子令姑 所以那時候還引起整個中國政壇的一個很嚴重的震盪 因為他牽涉又牽涉到周永康 薄熙來這些人 所以後來是讓中國所謂的高幹的子女那種 歪風 產生了一次整數 所以很多人都因此而下載 你說 馮洋恨你如果看了他的資料 他什麼 當然有些我看不懂 他是 兵棋推演技術裡面 被葉斯理論的研究 在指揮系統裡面智能輔助角色上面 他有重要的創新突破 我們先講中國內部為什麼對他這麼高肯定 因為參加所謂的兵棋推演比賽 全國大賽拿到冠軍的話 一次兩次 那是多什麼樣的規模 是十多個省從省的地區分賽開始比起 一共整個中國有十多個省市 開始舉行所謂的地區分賽 接下來有十萬多個 一數百個軍事院校都要參加比賽 而且是愛好者才可以參加 但澳台不准參加 所以是要打敗十萬人次的人 才可以贏得冠軍 用我們古代來說等於是狀元 而且連續拿狀元 這才是代表他在中國國內 為什麼地位這麼高 是因為兵棋推演他拿到中國的狀元 而且他發表的論文竟然有六十多篇 而且他已經出了四本書 而且這本四本書 他論文裡面被引用多少次 一千多次 而且他都是以第一作者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出現的 剛才講的是中國國內賽 現在講的是國際賽 所以他是真的扎扎實實的發表了六十篇論文 重點是我們在看論文的時候 有沒有被SCI檢索 人家去引用他 接著EI檢索有沒有人家引用他 都有吧 這代表什麼 他的論文得到國際普遍的認同 人家認為他是足夠被人家引用的 所以才有這個肯定 所以代表他的論文是有國際學術價值 值得肯定人家才會去引用他的東西 這麼厲害 所以他等於中國國內賽冠軍 世界賽也得到肯定 所以他發明的東西叫什麼 戰爐一號 那時候他講得很清楚 他學的叫什麼 阿發購 所以他是把阿發購在下圍棋 怎麼打仗的兵推 他學阿發購的 等於他指揮軍隊在B推的時候 是用深度學習 等於背了非常多的棋譜 世界爵士高手的棋譜 都被他背下來 用深度學習的方式 所以他的戰爐一號被稱為中國阿發購 所以他的戰爐一號就是把所有的兵推資料 全部丟進去 丟進去以後他的戰爐可以自我學習 自我學習之後 難怪其他人都不差對手了 所以他才會打遍中國無對手 變成你要打敗100多萬人次 那10萬多人次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接下來他又開始發明所謂的戰爐二號 他等於在學習什麼 等到Chimp GT問世之後 他深度學習又跨路了 所以自我生成 所以開始指揮作戰 不只是所謂的無人機跟艦艇 他也要讓他完全是 由電腦自己來指揮他 所以他背成什麼 中國版的GPT 所以戰爐二號就是生成式的AI 你說從阿發購 變成了Chimp GPT了 等於他是在做什麼 他從Google跳到微軟 從Google阿發購 跳到今天的微軟的OpenAI 他就是在做這樣前端的研究 所以他的死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是怎麼辦又會有這樣的人死 然後他怎麼會是用這個死亡方式 所以證明一件事情 恐怕這是一種高級紅或是一層 美國的暗殺 讓大家發現美國對中國的AI的封鎖 有多麼的嚴厲 好 看中國的怪事怎麼一件接著一件 還有今天也釋出了一個影片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 你的外交部長從6月25號失蹤到了現在 居然都沒看到人 你就算是COVID-19 你也應該出來了 注意看 當人家問他的時候 他沒有做任何回答 頭左搖搖又晃晃 連眼睛都不敢看那個發問者 然後就下一題 這件事情有這麼尷尬嗎 還有現在不只是秦剛 有關於傅小天的新聞也越來越多 大家都說他是個間諜嗎 對 汪文斌算起來 看這個樣子算是還是個老實人 到底講說自己人的組織 自己的老闆跑去哪裡來 他也不知道嗎 這幾天所有的中國的國際會議來講 很多都是副部長級的出現 比如說一帶一路的會議 或者是跟法國的什麼大使見面 這都副部長出來 一堆都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全部都在這個職位上 唯一就是部長不知道跑去哪裡 但是有人傳說 部長已經回到辦公室去工作了 但是事實上如果工作的話 那就亮相嘛 看個記者會 讓大家知道說他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也不錯嘛 結果汪文斌 16秒鐘完全沒有講話 然後接下來下一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他不知道他該講什麼東西 不知道該講什麼 如果說得罪了黨中央 對他的指令的話 那也不對 那你就裝作不知道 那裝作不知道 就下一題 這是最安全的一個做法 所以顯然什麼意思呢 就秦剛還沒有回到位置上 那秦剛到底怎麼了 那秦剛可能還在做調查 那為什麼會做調查 還在做調查 對 因為這個傅小田來講的話 來頭不小嘛 因為大家知道說 他可能跟紐西蘭這個間諜是有關係的 那現在又刻意在網路上出現了 兩張非常詭異的照片 當然應該說三張 一張就是他的豪宅 另外兩張來講的話就是有一個 男子出現了 等一下 這是傅小田的家 他的家前面有一個大草皮 他根本 根本就做得跟皇宮一樣 是啊 然後你看到 是他家 對 傅小田的家 你想想看一個鳳凰衛視的主播 他竟然可以有那麼大的財產 可以在這個什麼 這個告豪宅然後別墅 然後有這個草皮 然後重點是這一位男子啊 很奇怪 因為大家認為說 根本在網路上比對來講的話 跟嬰兒來講的話 實在不太符合了 而且他的手腕非常深數 不像是當爸爸的樣子 你知道照理講的 你看他手上拿的那個玩偶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的話不會是這樣子 小孩子看不到的 小孩子不會在這麼遠的地方看 而且他媽媽又拿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布在旁邊 他怎麼可能是像一個 這個所謂的夫妻在動小孩的樣子 而且網路上說 你連衣服都不換一下 你一張圖在門口那張圖 跟在室內那張圖的 這個男子所穿的衣服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你要造假 你要造像一點嘛 結果是弄假的概念 所以他認為說 這是中國內部來講 要開始在放一些訊息出來 還在放消息 對 放消息出來 可以要誤導大家說 這個男子不是秦剛啊 這個男的利有他人啊 然後讓大家去討論 但是不管怎麼樣 重點是說 秦剛還是不見了 秦剛不在啊 秦剛重點是說 你跟這個女見諜 如果說 跟傅小田如果沒有扯上關係的話 那你至少告訴大家說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嘛 還是有 秦剛有更大的案子呢 有跟火箭區的案子相批提嗎 讓大家更加懷疑的事情是說 今年3月的時候 秦剛才跟紐西蘭的外長吵一下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外交部長 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另外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來漫罵 去吵架 對 然後照照理講 中國如果你財大氣粗 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要跟人家吵架也沒關係 但是你找紐西蘭幹什麼 你為什麼是紐西蘭 因為你照照理講 跟傅小田有關 你跟東南亞國家也都OK啊 你跟這個什麼加拿大也OK啊 你為什麼是紐西蘭 紐西蘭那時候是不是已經得到情報說 他是跟傅小田有關係的 說不定為了這件事情 跟秦剛當面有一番什麼叫對峙之類的 因為傅小田之前傳說的緋聞 傅小田之前傳說的間諜事件 就是跟紐西蘭有關 對 就是跟紐西蘭的前總理 Junk Key有關係嘛 那因為那時候我講過 他跟當時紐西蘭的國會議員 華裔的國會議員楊健 他本身來講就是引見傅小田 給這個Junk Key的嘛 那後來呢 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可能紐西蘭他作為五眼聯盟之一 已經有得到一些訊息出現了 然後所以他在見三月 在見秦剛的時候 說不定私底下有去提了一些事情 這個秦剛惱羞成怒 開始喔 一個小時之內 開始謾罵 謾罵這個紐西蘭外長 其實紐西蘭外長 他也是毛利人出身的 他怎麼可能 很兇的 也是很兇悍的 他怎麼可以在外面那邊罵 罵一個小時 這是很奇怪 而且非常違背外交一般的禮儀啦 你要罵也是別人去罵 也不是你秦剛去罵嘛 秦剛通常要辦白臉嘛 所以簡單我認為 這當中來講的話 有很多跟這個所謂的 傅小田可能有扯上一些關係 而當中國把這個所謂的秦社案 放出來 或者說匪文案 放出來的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背後有更大的案子 你看最近來講 有很多非常莫名其妙的案子出現 包含那個解放軍那個案子也是一樣 你想想看 這個真的很不尋常嗎 我覺得非常不尋常 半夜來講 我這講的沒有錯嘛 半夜然後SARS車在那邊跑 跟公交車在那邊跑 公交車最晚大概十一點十二點 全部收班嘛 凌晨兩點多來講的話 難道你要去趕復四五點了 要上班了嗎 還是怎麼樣 當然也不可能說 兩點多剛好那個時間點 而且國生特別講到一點 三環之內是不可飆車的 三環之內是管制的 而且管制非常嚴格的 三環之內 三環之內來講 很多重要的中央機關都在裡面 所以你如果說不小心來講的話 一個SARS車一個什麼公交車 直接衝撞中央政府怎麼辦 但是引起大火怎麼辦 所以其實在三環內 其實有做一些管制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這一位來講 難道天度英才嗎 難道你說是美國人派人去暗殺嗎 我也不認為是美國人暗殺 美國人暗殺不是用這種方式的 美國暗殺就是把你叫出去 或者是說直接找個狙擊手 就把你幹掉了 哪有再用一個SARS車 在一個公交車去暗殺的 你說用SARS車不是美國的手法 那總是俄羅斯跟中國的手法 你說用車撞死是 用車撞 用車禍的方式都是長期來 就是大陸國家的長期用的 情治單位用的手法 台灣也常常以前用過這種 抽禍的方式來幹掉某些人 台灣也是要幹的 我以前情治系統也曾經幹過這種事情 那所以美國來講 它是簡單粗暴 它不會用這種用SARS車 你想想看 我如果CIA找一個SARS車的業者 再找一個公交車的業者 越多人知道這個事情 越會曝光 越沒有辦法成就 所以對 這個絕對不是美國人暗殺 這可能是中國自己的暗殺 但中國是哪一個系統的人 要暗殺他這個 這個所謂天才 在那邊淹財的人 是不是擋人家財路 或擋人家利益 這個其實值得深究